大自然的神奇美妙 我们都懂 但却一次又一次被它的神功所惊艳 它是一个无所不惠的创造者 总在不知不觉中带给我们惊喜和美丽 今天 五件小事为你带来罕见的大自然现象 撒哈拉沙漠是世上最热且极度干旱的荒漠 然而这个地方其实也会下雪 有沙漠的门户之称的爱因塞夫拉 是阿尔吉利亚的一个小镇 它被阿特拉斯山脉环绕着 位于海拔近1000米的地方 7月份的温度平均大概37.6摄氏度 这么一个酷热的地方竟然也会降雪 没错 只见白雪覆盖在黄土上 形成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 将近半米的积雪 让当地人惊讶不已 孩子们更是纷纷出门堆雪人滑雪等 把握难得一遇的机会 其实爱因塞夫拉小镇 迄今也出现过好几次下雪的现象 据说是因为冷空气从欧洲被推到北非 和撒哈拉沙漠上升到海拔1000米的高度 便在小镇地区下起了雪 还维持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据说是因为白蛾的温度 就哈里原是多个白蛾岩崖体 它属于英国南部的波百克岛 位于世界自然遗产 侏罗纪海岸的最东边 所谓白蛾是一种非金质石灰岩 主要由红枣化成碳酸钙组成 颜色为白色 这些原本在海底的石灰岩 因为地壳上升或海水下降等自然现象的发生 而露出了海面 经过海水长年的侵蚀 白石灰岩就形成了海浪侵蚀地貌 旧哈里原的海石柱和海石柱残骸 便是如此形成的 但经常遭到海浪侵蚀 也意味着这奇观 总有一天终将消失 实在让人难过 关于旧哈里原 还有几个有趣的传说 包括上面沉睡着一只名为 旧哈里的恶魔 海盗哈里把自己的海盗船 藏在岩柱附近的 苏格兰高地最北部的天空岛 处立着一个岩悬崖 这里的玄武岩柱和灰绿岩 融合成苏格兰短裙的形状 因此它被称为苏格兰群岩悬崖 悬崖一处有个瀑布 从岛上55米高的地方倾泻而下 直奔底下的海湾 它便是妙特瀑布 妙特瀑布的水 源于上方的妙特湖 湖水经过泽群岩层 倾注而下 再流入大海 源有望去 宛如天空倒下了一大盆水 非常壮观 据说由于瀑布未处于这个高度 加上天空倒附近经常发生暴风 有的时候水还未来得及碰到海面 就随着风飘散在空中 幸运的话 或许还有机会看见断崖边出现一大彩虹呢 贝州南部马步山附近 有一片海拔大约1600米地势险峻的猫咪森林 森林的四周虽然已是满满的人类生活痕迹 但它本身却从来没有人踏足 要不是有Google地图 科学家也没办法发现它的存在 因此人们便称它为失落森林 这片日带森林占地大概70平方公里 树木都有50米高 因此其内部空气清新 阴凉爽快 森林里都是各种过着安逸生活的可爱动植物 飘然腾起的蝴蝶 活泼淘气的猴子 温柔肥壮的羊铃等 在丛林间自在过活 当中甚至有我们从未见过的蝴蝶和蛇的品种 让前去的科学家们惊喜万分 据说失落森林或许是 非洲南部最大的中海拔森林 只可惜它并没有出现在以前的地图上 而人们也不知道它存在过 看来这世上确实还有许多 未知真的值得我们去探讨 山津石是泰国浮行山峰上的秘境 它由三块有7500万年历史的巨石组成 外形极像鲸鱼躺在一片绿林中 仿佛是在绿海中嬉闹游玩的石巾 这里属于泰国国家自然保护区 因此算不上是景点 但对于长途跋涉来到此的人而言 山津石的景色才是最奇特迷人的 一步一步踩着泥泞 爬上了山津石的人们会看见石巾上 四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水坑 水坑是天人风化的痕迹 周围长出些许绿色植物 给人感觉圆谷却又带有活力 站在石巾背上 只见脚下是亿万无际的清脆绿素 远处是寻山连天的绝世美景 只能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了 在今天的午后分享里 脆弱沙漠的白雪 即将消失的海石柱 飞流直下的断崖瀑布 成为现世的密林 神秘古老的林中巨石 无一不叫人惊叹 大自然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神奇的创造者 他在我们的想象范围之外 做出一幅又一幅怪美奇特的画 除了被其震撼 还会有其他感觉吗? 你觉得哪个自然现象最震撼人心呢? 记得在以下里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午间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